民办技职学院突破劳资短缺困境 我国各行各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高度依赖外劳已经是个老问题 尤其是在疫情之后更是出现供找人的窘境 聘请技术性员工真的有这么难吗 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会不会很难请到本地员工 这个技术性的员工一直以来我们都面对问题 问题是在第一我们可能在这一些员工的培训 或者是在一些大专或者是一些学院出来的 可能他们所学的东西跟市场上需要的这一种专业人才 可能就有一些出入 如果是雇主聘请了他们 可能还需要做一个再培训的一个工作 这个也是一个费用 可能也有我们这一个本地员工 可能就在某些工作方面就比较挑剔 还有一个可能在发生 我也注意到在最近的情况下很多这一些技术人才都 往我们的邻国 新加坡 新加坡 毕竟可能整个的这个汇率的兑换 对 这个是我们现在厂家在叫苦连天 虽然最低薪金已经做了一个调整 可是他们还是面对着找不到本地员工的这个困境 大马劳动市场出现结构性的错配 意思是指求职者的技能与职业需求不匹配 也可能出现该职业空缺不属于求职者的理想工作 彭先生刚才你有提到说很多时候 这个学生学的不是企业要的 他们的专才不是企业要的技能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可能一些学院他们的纲要 他们所学习的纲要 可能是有不跟时代的变迁而去做改变 毕竟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 这个学生毕业出来 肯定的跟市场所需要的这一个人力资源 完全就不符合 所以我们身为机器厂商工会 我们就时常有谈到这一个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就起了一个念头 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尝试做一个小型的线 一个所谓的培训中心 而且这个培训中心里面的一些内容 一些纲要是我们身为企业商家 认为我如果请了一个员工 是不是他已经可以马上就可以投入职场 而不需要再培训 有鉴于此大马机器厂商总会 与森美兰马六甲及柔博分会 决定联合筹办非引力技职培训中心 创世纪工业技术学院 自行培训职场所需的技术工人 课程包括机械加工专业课程 及电子机械专业课程 决先生可以跟我谈谈说 这个培训学院接下来会有什么其他的发展吗 在这个发展方面 其实我们既然我们都已经在最初的阶段 我们已经踏出了那一步 所以毕竟我们都不是在教育界这一块的专长 所以我们希望的是 在我们点软的这个formel过后 能有更专业的学院也好 组织也好 只要能把这一个技职学院能发扬光大 继续地增加这些课程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计划 所以我在这边我服励可能家长们及青少年们 不要把这个技职教育当作是一个二等的教育 尤其是当一个国家朝向这个工业 朝向这个先进国的时候 它需要有非常多的这个专业的这个领域的人 技职教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自2015年创办以来 培育学生超过200人 学生也可以通过校方 衔接英国和中国的技职学院 考取国外文凭及学士学位 希望透过专业的技职人员培训 让学生已毕业 就可以直接投身就业市场 与市场需求接轨